另外一位小葉來 郁聰 你今天帶來的 因為剛剛其實先生已經有提到 這兩台車有一點淵源 那這又是如何成為你心中的夢幻異品呢 好剛才傑森哥有幫我小破梗 而且我有發現今天來現場 剛好就是血統蠻一致的四輪 然後兩輪都是義大利 那其實這台車為什麼我會喜歡 是因為第一個 像剛才我所說的我喜歡有故事的東西 那當然除了這個品牌在1940年開始誕生以外 它所製造的這台車 雖然它沒有這麼久 這台車大概是在2018年第一次在米蘭車展發表 然後它在2020年可能還正式生產 然後這台叫做MV Augusta的Super Veloce 這個品牌我相信很多人也不認識它 對 那像我其實自己很喜歡這樣子有故事 像那個時候可能是因為我本身也是70年代出生的 你好像對這個造型特別鍾愛 沒錯 因為你當時有告訴我們你喜歡的兩台車 對 另外一台就是 都有類似的元素 它就是Ducati的Paul Smart 我們都暱稱叫寶羅 寶羅好聰明 好聰明 希望自己跟他一樣聰明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也是紀念那個Paul Smart 這個賽車手所打造一台車型 那無論如何其實車頭的造型都非常像 而且你看這個燈 對吧 這是一大特色 對 而且這個車主還為了它去稍微做了一些顏色的對應 就是因為黃色你會覺得更有復古的情懷 而且看到這台車也蠻有淵遠性 因為這台車當然也不是我自己的 它剛好有一次我去那個挪威特國際 他們本身也是代理很多義大利品牌 是 它就停在一個最後面的位置 藏起來 對藏起來 它也不到藏 只是它放個比較沒有這麼的明顯 然後我們到那邊看了當然很多阿巴洛米歐的車也很迷人 看了很多飛亞車但是你也知道內心就是有個重機粉 它藏在最裡面我就直接往裡面走就發現 原來它就藏在這裡面 而且這台車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台車它有蠻多的一般的版本 它這台是ORO有點類似 就是第一年才有的那種特殊版 或首發版 首發版這種概念 所以這台車其實全世界限量是300台 都是很少的 然後這個數量我覺得當然這個老闆它也是 它是有名牌的 它是300台中的第168台 168 看到這個數字你就覺得一定是台灣的收藏家 對不對 一定是台灣的收藏家才會有這樣子的 那我說 它有一般版跟這台ORO的版本會主要差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它這個皮的油箱帶 我剛剛第一眼也是看到這個 對 好精品喔 對 很特別 很少看到這種配置 這個有一點復古的設計 是你除了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像復古那種致敬的設計以外 其實它多少有點實用性 就是你比如說我騎車停了下來 我要放一下我的手套 對 塞一些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還是有它的使用性 可以夾在裡面 沒錯 那此外它像是它這種單座的設計 紅色的座椅 它單座的蓋子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雙座 但是我相信這個人這種車 就是你一個人騎的時候 是比較開心的 那當然還有他們家很特別的三缸的引擎 而且它有用一個蠻特別的叫做逆轉曲 也就是說這個科技其實在賽道上比較多 你會發現它其實有一個機構 它是跟我們一般行進的轉的方向是相反的 它可以減少 對 它會減少一些車輪的螺旋效應 簡單說就是你可以讓騎的時候 你用力在吹油門的時候 車頭那種扶台的那個概念 不會這麼的 那種感覺不會這麼的明顯 那量產車基本上是比較少這樣的設計 那還有你在路上怎麼辨別出這台車 除了這個紅銀配色 還有剛才我剛才介紹油箱上面這個皮的袋子以外 還有一個蠻特別的是 因為熟悉這個MV Acoustra的品牌人應該都知道 三缸 一般來說它的三缸車型排氣管都會是 右邊三根排氣管 但是這一台車因為它是ORO的版本 所以第一個它的電腦電腦是不一樣 重新寫過以外 它會是左一右二的排氣管的設計 那除了像我剛才講這個子彈型的車頭 為什麼還有一些復古的情懷 就是它用的是鋼管編製車家 也剛好左邊這台也是 我右邊這台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還有還有你講到編織 對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圈 這個輪圈 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有些車講求復古 它會用這種編織輪圈 但編織輪圈相對可能重量比較重 而且可能都要用內胎 但是它這個很特別是它編織的在內側 所以它這樣子的設計 是我兼顧了編織那種復古情懷 但是我還可以直接用這種不用內胎的這種跑胎設計 所以我覺得像我講就是 它可以兼具這種復古跟現代的設計 再加上雖然說這個鋼管編織車架 它可能在現在的車體打造基礎上 它可能不是最好的 因為現在都講求這種單體車架 但是我就是今天要復古嘛 但是說的 以它這樣子170公斤的重量 148匹的馬力 騎帥騎快不用選 對不對你基本上都可以擁有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很開心看到這台車 這台台灣數量多嗎 也是個位數 也都是個位數 OK 但這台車至少我覺得它擁有著很棒的是 它不只擺在店裡 它其實之前也蠻 偶爾會騎它 就是它想要享受騎的樂趣 我不只有讓它在車庫裡靜靜的待著它 它不讓它哭泣 它享受人車合一的感覺 地球王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選舉 這是樹立叫 我們現在自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金線邀您一起上線